根據有書公會 專任會的統計 無情傳臺灣有三萬三千多的有書 超過一半是大社會有辦到真正 便宜這邊算是請沒人 有書公會表示 因為便宜的工作 特地薪水又不比人更好 所以才請沒人 不可以保養的協定 要再跟病患 順便和提醒 有書總是站在第一線 為民眾服務 看過擁有的安全 根據有書公會 專任會的統計 目前全臺灣這頁有書有三萬三千七百十三人 在公司裡面這頁有書有八千七百七十人 不過社區的有書金属開業的有書 有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七人 超過一半社區有書加金属 便宜的有書請沒人 欠缺這麼嚴重 就很難去找到足夠的藥師 有書公會專任會是說 便宜的有書對他在本門禁以外 住他的有書也要對移書插餅房 比較不平衡擁有安全 不過便宜都不買到有書 除了工廠這麼沒用 不少地方的台北福利 都比便宜更好 還不用在大夜班到小夜班 有越來越多有書在便宜訓練 兩年後就離開 這樣子才能夠提高醫院留任藥師的競爭能力 有書公會專任會是說 在先進國家每一萬人有八點來的有書 不過我們臺灣是十三人 有書經濟人力並沒有欠款 問題是嚴重分補不平均 正說正在有學生命名 便宜也不一定可以留年有書 尤其在層樓 所以所有政府除了應該堅持重量的關節 也就要拿出良好的配套結尾 這樣才有法度改冠 醫師認得太多這些問題 記者送給報道